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戴莉 生活在洛杉矶尔湾的房产经纪 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也是一笔由她的房产经纪 那么明天呢 我就会去回到盐湖城见我的客人 在去盐湖城之前呢 我们想先去 我们在尔湾旁边那个城市Tasting 我们那套翻新房已经开工一周了 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施工的这个进程 好 那我们一会儿到了房子那里聊吧 现在我们就来到这个房子的前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的施工拉筒 已经放在了屋子的前面 好 那我们就去里边看看吧 好的 现在我们进到了房子里面 我们看一下目前的状态 基本上我们要改造的区域都已经拆除完毕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 原来是一个走廊 然后呢 这边是封闭式的储藏间 现在全部打开 把之前的一个卫生间变成了两个卫生间 这样的话 这个卧室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好往这边来 那么之前走廊的位置已经封闭上之后 走廊就被移到了这里 那么从这个走廊走过去之后 是另外两个卧室会共用之前的那个卫生间 然后后面的主卧还是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另外一个改造比较大的区域就是厨房了 我们看一眼厨房 厨房已经之前旧的老式的都已经拆除了 然后这堵墙木方的这个一直到那个木方的尽头都会拆除 这边会做成全新的现代式的厨房 中间会装一个很大的倒台 然后我们说一下 在这个厨房的另外一边 有另外一个之前叫三入 我们会把它给一分为二 一部分是作为书房 那边采光很好 另外一部分可以作为这个厨房的pantry room跟配餐区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院子的后院 后院的状况本来就很好 所以改造并不是很大 那现在工人正在施工 会把那个之前比较老旧跟不太美观的一个 这个梁台给完全拆除 你就是嗨嗨嗨嗨 我又挡在你心外 你就是嗨嗨嗨 这轮转就无法伤怀 你就像嗨嗨嗨嗨 多余用风云变坏 深的习惯 致命和晚 嗨嗨嗨嗨 嗨嗨嗨